NBA官方承认总决赛G2也存在误判,你怎么看,连续两场承认错判漏判,金州裁判队的名号要坐实了吧,哈哈哈哈,总决赛两场裁判当主角,无论是有心的还是无心,这确实对于球迷的观感来说影响太大了。 第一场,乔治希尔罚球,格林提前进线被裁判忽略,由于JR脑残太过耀眼让大家没有把忠心放在此次错判上,而总决赛G1可以说是错判的综合体,而最后时刻这个提前进线,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,最终赛后官方第一次承认有错判行为,再到第二场,詹姆斯接球快攻,水花兄弟前后夹击半倒了詹姆斯, 而裁判不但没有吹罚金州勇士的犯规,反而给了太龙鲁的一个计判,这个让全世界的球迷都抓狂了,这是要闹哪样,虽然又一次的官方承认,但是比赛已经结束又有什么意义吗? 从冬节西决开始,裁判问题就一直存在,而联盟不但没有制止,反而让这股裁判之风吹到了总决赛,说实话在中立的球迷此时此刻,也都站在了詹姆斯那一边,毕竟这次确实太过分了,此次终于回到了克利夫兰,不知道判罚标准有没有改变, 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的NBA这股清流就要坏在裁判这股臭水里了,有什么批评,有什么意见,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交流,如果我的出现让你更爱篮球了,那请毫不犹豫的,把在和关注留给我吧。 感谢观看